再把镜头转到了美国的桥界 为了要答谢罗省中华会馆的四大首长 对于社区所做出的贡献 以及在新春元旦期间设宴款待的心意 南加州的桥界特地举办了一场回敬的晚宴 包括了驻洛杉矶办事处的副助长周庆龙 波桥中心的主任梁崇礼 还有副主任邱昌生等人都出席了这一场的活动 而平常严肃的桥里们也很难得 轻松热情的现唱多首的歌曲 更增添了现场热闹的气氛 来自当地数百位桥傲把滑布这家餐厅 是挤得水泄不通 大伙互相寒暄敬酒 气氛非常热闹 为了回敬元旦时四位首长的热情款待 更象征新的一年里 各桥团与中华会馆之间有更融洽的合作 南加州桥界依循传统共同举办之场 回敬中华会馆四首长晚宴 出席的贵宾包括驻洛杉矶办事处 副处长周庆龙洛杉矶 乔赵中心主任梁崇里 副主任邱昌生等人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也特别派代表出席 颁发感谢状给四位首长 周庆龙副处长则代表 乔委会委员长吴云毅 颁发贺涵给四位首长 表彰他们长期结合美国主流社区力量 团结桥社在海外支持中华民国 美洲各地中华会馆连仪会秘书长黄金全 期许连任的中华会馆四首长 能够继续为桥社服务 马国为主席则宣示 未来将加强各桥团间的合作 在马国为主席的带领下 桥领们上台向来宾敬酒祝贺 并由中华会馆的27个桥团主席率先高歌 随后包括罗省龙岗清义公所 洛杉矶台湾同乡联谊会等多个桥团 陆续合唱多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欢乐气氛弥漫全场 也为新的一年合作培养出最佳的默契 台湾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